感谢主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四章 1到8节是一段 9到12节是一段 13到25节是一段 第一个大段落1到8节 其实讲一件事情就是恩典比罪大 恩典怎么大个罪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第一个大段落 我给他们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到8节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 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经上说什么呢 说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功德的公价不算恩典 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功德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 蒙算神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这该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说 如此说来 如此说来就是总结前面的话 就带下来做一个更深的解释 如此说来前面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第三章后面 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性不在乎遵行律法 人之所以算为一个义人 不是在乎他就可以遵行律法 乃是在乎性 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守到律法 如果要靠守律法成义的话 一个义人都没有 但是在神的眼中 在圣经里面也都明明讲着 有些人是义人 那这些义人是怎么来的呢 很明显 就不是靠遵行律法 因为遵行律法根本就行不通 史路一条 就好像以色列人 零售了十节一样 十节都还没有到三下 其实三下已经守不住了 所以第一次法办 零到以色列人的时候 摩西就将他摔碎了 因为根本就守不住 所以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 根本我们人没有办法可以遵行 神的律法 所以靠的是什么呢 是靠的信 这个意思靠信来的 所以第一段呢 就是再解释 为什么这个意思由信来的 所以就有这个如此说来 这一句话的出现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个问句 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他在肉体上面得了什么呢 意思就是他并没有得到什么 亚伯拉罕他肉体上面得到什么呢 他的肉体会带到什么来呢 所以这个位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其实亚伯拉罕应该得到什么呢 神祝福他 神说你要成为大国 你要成为万国之父 万国必以你得福 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一样的众多 这就是他所领受的神给他的应许 但是按照他的肉体 究竟他有没有得着呢 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时空 拉到亚伯拉罕在世的年代 因为肉体所指的 就是我们肉身在世的年代 那他的肉体究竟得到些什么呢 他是不是在他肉体的时候 在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多国得父 万国之父 然后他的子孙 子孙多如天上的沙一样众多呢 事实上并没有 我们都看见 亚伯拉罕走走走 走到他一百岁的时候 才生以沙 就算包括以沙在内 其实到以沙出生的时候 加上以斯玛丽 也都只是出钱两丁 只有两个儿子 那怎么会是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呢 所以在肉体上面 他并没有得着些什么 在他在世的日子里面 其实那个应许还没有完全成就 最多只是见到影 但是那个影 都是凭信心才看得见的 所以巴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 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着什么呢 在他在世的日子里面 他得着些什么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的 他说如果亚伯拉罕 是因为行为成一的 就有可夸的 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 所以亚伯拉罕自己 在神的面前都不能够夸口 说他有什么本事 是因为他的行为 所以他配得存为万国之父 不是的 没有的 他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 可以是朝约世人之上 他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 可以在君王之上 他一生中 做的唯一一件伟大的事情 就是被圣经记录下来的 就是搬家 搞移民 从吴尔出来 就去到应许之地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工程 他走了一段很远的路 除此之外 他做了些什么呢 即使你也数不出 什么样的分工危机 事实上 在当时的时代 是不是这样千里迢迢 这样搬出去 就可以伟大过 吴尔里面的人 伟大过世上的人呢 也没有觉得是 但是问题就是这里 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在神的面前自夸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 不是我 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先祖 是很伟大的 没有他就没有以色列 没错是这样 但是我们又回头想 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 以色列的先祖 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 是靠他的肉体吗 其实就算他怎么生 他也生不出那么多 但是一个怎么生 也生不出来的人 神跟他说 你的后代 要如天上的心 还变得沙一样众多 如果这件事情成就 其实所靠的 都不是亚伯拉罕 肉体上的能力 因为他根本就是生不出来 他一直就是 没有办法生育 所以根本就是靠神 经上说什么呢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义人 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 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能力 是因为他信 就好像我们刚刚回头 看亚伯拉罕的伟大的移民工程 这个移民工程怎么会产生的呢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 不是的 其实都是神感动他 他就跟着神 神告诉他 向那个方向走 他就往那个方向走 神告诉他走到哪里 他就走去哪里 神指示给他 看应许之地在哪里 他就向着那个方向进发 所以他是一直跟跟跟跟跟 那这个跟的过程里面 就成为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他为什么会跟呢 为什么他会跟着神走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相信神 是来为创造天地永恒的神 所以归根结底的话 他就是因为信的缘故 所以他就成为了义 这就是保罗的逻辑 他说做功德的公价 不算恩典呢 是该得的 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做一些事情 然后换取了这个义回来 换取了神的恩典 回来的时候 这不算的是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 那个恩典也显不出来是恩典 这就是保罗的逻辑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观念 就是义和恩典 是好像双胞胎一样 当你是一个义人的时候 你就会承受恩典 这个恩典是因为 由义而来的 问题就在这里 那个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保罗 很想讲明白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说 这个义不是我们做功德公价赚回来的 义是我们赚不到的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根本就是不义 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世人是没有行义的能力 义就是我们要做到 神让我们能做的就是义 这个定义我们要搞清楚 不是只是行善做好事这么简单 而是那个行善和做好事 是不是可以达到神的标准 和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这个就是义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善的话 达到神的标准的话 这就是义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假设我们有能力守住实戒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人 我们是一个义人 但是问题就是 根本利是利贷 就没有人可以守到律法 那这个义人的义 就是从另外一个途径而来的 第五节就说 唯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既然你做不到 那就不是靠做了 而是靠 信那个称罪人为义的神 这个信就算为义 所以当你信神的时候 他就算你为义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这里我们要平衡的就是 不是我们单单的信 当然前面也有讲 你的信都会带出一些行为 其实我们的行为是有不足的 但是我们信 这两件事情加起来 因为我们信 所以我们努力 我们尽力做 但是我们利有不足 我们每次都搞不定 不过这个信就搭救了我们 做上面做不够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信的意义 而不是 只是口上说说的信 但是我们行为上 生命上没有改变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命再改变 只不过改来改去 都改不到 那个完美的标准 但是不完美的地方 就有这个信来搭救 我举个例子就是 你就会明白 有一个小朋友 他读书要考试 发现他每一次都不合格 每次都差一些 每次都差一点 但是他很努力 他很尽力 然后他又很相信 很相信老师所讲的 爸爸妈妈所讲的 就因着爸爸妈妈告诉他 你可以的 爸爸妈妈鼓励他 他就很尽力很尽力的 那你觉得爸爸妈妈 看见他这么尽力 又这么听话 又肯相信爸爸妈妈讲的话 但是他总是差一点的时候 那会怎样呢 究竟你会折罚他 还是给他恩典呢 可能 如果我的孩子会这样的话 我为了避免他举赏 我都听过一些家长会这样 虽然他的试卷拿回来不合格 可能爸爸妈妈在旁边 就拿另外一张纸 上面写着100分给他 说其实你已经100分了 那个意思就是 没错 我们的人力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神 我们愿意向着这个方向 继续走的话 神就算我们得救 算我们够 神就算我们够 这就是信心搭救 那个信 才是真正正正的 意之所在 所以原来意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能力不足 但是因为我们愿意 相信的时候 神就补我们的不足 事实上救恩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是不可以 不行的 我们是不配的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地方 怎么办呢 耶稣来搭救 来补足 所以这个就是因信成义 背后的道理 因为这个信 而称为义 他举了一个例子 连大卫都是 承纳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大卫怎么说呢 得赦免其够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提了两个 这人是有福的 这人是有福的 但是都指责一件事情 就是罪被赦免 罪被遮盖 不算为有罪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而这个是影子诗篇 三四二篇一至二节 诗篇三四二篇的背景 是什么呢 大卫什么时候 写这篇的诗篇呢 就是大卫杀了乌利亚之后 当他杀了乌利亚之后 他犯大罪 得罪神 因为几件事情加起来 如果你数十戒的话 他都不知道犯了多少戒 首先贪图没事 贪已经破戒了 打破了十戒了 然后留无故人的邪 不可杀人 这一条也中了 还要抢夺别人的妻子 这样数下去的时候 他破了很多的诫命 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悔改 认罪的时候 神赦免他 所以我们读大卫的诗篇 看大卫的记载的时候 会很特别的 他有一段时间 很懊悔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当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了 他的时候 他就起来 他不单只是起来 他还在他的书信 在他的诗篇里面 他还写到 完全的人 你用完全带他 政治的人 你用政治带他 好像在他的眼中 他从来没犯过罪一样 其实原因就是 因为他经历神的赦免 所以他知道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他也知道 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 怎样算都好 他都不可能是一个义人 但是神 却这样屡次来祝福他 甚至到最后 神都不停地说 但愿每个人 都像他的仆人大卫 到最后 神给大卫的评价 都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大卫心里面清楚明白 他不过是一个罪人 而且他所犯的罪 根本就不轻 而且不小 但是神赦免了他 将恩典给他 所以他里面的感恩是大的 因为他知道 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能够赚取的 不是靠他自己的行为 可以得着神的赦免 而这个赦免 纯粹是恩典 否则大卫做些什么 可以赎他的罪呢 其实人都已经死了 借刀杀人 你已经杀了吴利亚了 相对来讲 吴利亚比他有益 你杀了一个益人 抢了别人的老婆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 可以赎回别人的命回来 其实是没有的 但是神就赦免了他的罪 所以这个就是恩典 我们就看见 这个恩典肯定不是靠行为而来的 来是纯粹是神的恩典 那这个恩典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性 但是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都好像很模糊一样 这个性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再看后面 我们就会明白 因为保罗的是这样 一直一层一层的夹上去 首先这是一个大段里面 让我们知道 恩典比罪更大 这个恩典不是我们配的 不是我们靠行为所赚起回来的 这真的是纯粹的恩典 而且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 胜过罪 所以这就是大卫生命上面的经历 也是你和我今天的经历 神将救恩给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长得特别帅 或者我们做了什么 纯粹的是因为 神将恩典交关下来 而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 足以胜过罪 足以赦免突破 涂抹遮盖 遮盖一切的罪 这就是恩典 因为这个恩典 因为我们相信神 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的信 就将我们变成义人 这就是因信成义 我们再看第二个大段 我们看九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如此看来 这幅是单加给那受割离的人吗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离的人吗 因为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 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样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离的时候呢 是在他未受割离的时候呢 不是在受割离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离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离的记号 做他未受割离的时候 因信成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离 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离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离 并且按照我们 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离而信 至终极去醒的人 所以这一段是更加的讲信 这个信是什么呢 所以我给这一段的题目是 信心在割离之先 信心在割离之先 第九节一开始就说 如此看来 有没有看到两段是平衡 第一段是如此说来 第九节说如此看来 那怎么看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亚伯拉罕是蒙福的 正如大卫是蒙福的一样 这一个的福 这个祝福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祝福是不是只是给受割离的人呢 其实都给那些没有受割离的人了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段就要来解释 这个恩典之所以来到是因为信 那这个信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信是大哥这个行为呢 所以他就说 我们所讲的亚伯拉罕的信 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离的时候呢 还是他没有受割离的时候呢 保罕就问了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究竟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候 算为一个义人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 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算为义人的呢 是在他受割离之前呢 还是受割离之后呢 如果按照这个律法主义来看 按照法利赛人来看的话 如果真的行割离成义的话 那亚伯拉罕在没受割离之前 不算为义人 亚伯拉罕是受了割离之后 才算为义人 但是圣经上面 是不是这样讲的呢 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 行割离的呢 是他离开乌尔之前呢 还是在离开乌尔之后呢 如果在离开乌尔之后的话 那他离开乌尔 那到中间那一段 算不算为义人呢 这就是保罗所提出来的挑战 如果他不是一个义人的话 为什么神又要特别的来眷顾他 带着他走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罪人 他是一个不义的人 神为什么会拣选他呢 神为什么会带着他走呢 所以呢 如果神拣选他 谁带着神带着他走 其实就是说 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的时候 全世界这么多的人 神偏偏单单拣选了亚伯拉罕 然后将他带离开乌尔 走一条属天的道路 去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他一生和神就分不开 其实这一段的旅程 是与神同行 这一段的旅程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走 这一段的 这是一条属天的道路 是神拖待他 手拖手一起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就是和神之间的 一个浪漫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里面 神和人同行 问题就在这里 神会不会和罪人同行呢 其实神不愿意和罪人同行呢 与神同行的人 必定是义人 那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受割离之前呢 还是受割离之后呢 如果我们说是受割离之后 才成为义人的话 那受割离之前 情形那一段怎么解释呢 你就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提出来的 这个辩论点就在这里 那是在受割离之前 还是在受割离之后呢 他当然就质问自答 他说不是受割离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离的时候 所以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 成意的呢 亚伯拉罕的成意 是找过他行割离的时候 亚伯拉罕成意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愿意回应神 愿意听神 愿意离开吾尔的时候 他已经被成意了 所以他说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 就是他愿意离开吾尔 他愿意离开世界 跟随这一位看不见 那是创天造地的神 这一刻开始 他就成为一个义人 他就行神的道路 他就被成意 就是回复前面那一段 当他信神的时候 他开始走这条数天的道路 之所以能够走这条数天的道路 就是因为信 所以当他信神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一个义人 他就跟着神一直往前走 也因为这么特别 他走走走的时候 后来又受了割离 这个割离其实是一个的印记 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十一节 并且他受了割离的记号 做他为受割离时候 因心诚意的印证 所以他的行割离 只不过是对于他的信心来讲 作为一个证据 行割离的意义 实际上就是这样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吾尔 走一条跟着神走的道路 所以神就跟他立约 神跟他立约的时候 就以割离为记号 所以这个割离是一个记号 记号什么呢 就是证实他和神之间 有一个关系 他和神之间有一个约 但是这个关系 这个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是在他行割离之前 yes 也都应该这样说 因为有这个关系 因为有这个约 所以他才行割离 所以约是在割离之前 那一个的信 当然就是在割离之前 所以割离只不过是一个 信和约的记号 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就明白 这个割离 其实是在信和约之后产生的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在信和约 因为有这个信和约 即使没有割离 这个信和约仍然是确立的 仍然一样会成就 这个割离只不过是一个证据 就是好像你签合同 你签了合同 之后你是不是会给定金 但是这个定金你给不给都好 那个合同有没有效果呢 都有效的 下去他就有法律依据啊 只是你还没有给定金 所以那个定金只不过是一个诚意 那个定金是只是证明我们签了约 于是大家去旅行 但是就算你不给定金也好 那个合同都是有效的 如果他一直受不到定金的话 这个人他也可以采取法律行动的 不在乎你有没有给定金 他都可以按照合同上面所写的 来追溯了呀 或者怎样呢 因为那个合同已经生效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割离就是那个信和约的证据 有没有这个证据 那个信和约都存在 都生效 所以那个信与约是比这个割离更大 这就是保罗所提出来的逻辑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让亚伯拉罕站在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这个地位就是他成为了两边的父 成为了受割离之人的父 又成为了未受割离之人的父 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什么叫未受割离之人的父呢 那个父的仪式就是 你可以这样看 就是一个先驱者 或者是一个榜样 他是因为相信神 所以领受应许 然后接受割离 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一样相信神 即使我们没有割离都好 但是我们怀着同样的信心 同样对神的相信 我们的行为 其实和亚伯拉罕没受割离前段的行为是一样的 如果那个时候神已经称他为义 那我们同样这样相信神跟随神 我们也一样被称为义 不过我们在他之后 所以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也要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在心心上面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 他就是我们的父 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走他相同的道路 所以他就成为未受割离之人的父 他也都是成为受割离之人的父 其实上割离就是由亚伯拉罕开始 在以色列里面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 所以这个割离 保罗再一次的强调就是 这些受割离的人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不单只是受割离 并且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 未受割离而性之终极去行的人 其实就是说受割离的人 不但要效法割离上面的行为 更加要效法亚伯拉罕的性 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受割离 没有性的话 其实这就不叫割离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术 相反 你既然有亚伯拉罕同样的性 然后你也按着亚伯拉罕的方法 来行割离的话 这里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其实原本 根本割离与不受割离 最核心的地方 其实是在性之 这个性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因为和神有关系 割离才有意义 割离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记号 所以这就是第二大段保罗所讲的 其实就是 性心是在割离之先 因性而行的割离 那个割离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行割离 而没有性的话 那一个割离 其实就算不得是割离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两段加起来 就让我们看见 性才是核心 才是根本 那性会得着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有这个性 我们才会得着应许 这就是第三大段 我们看13节到25节 因为神 因为神 因此就属乎恩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一将要如此 他将进白睡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心情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 心理疑惑 反而因信心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他为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这就是我们在信神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分复活 是为叫我们诚意 一大堆讲的是什么呢 因此 因为这样 神因喜亚伯拉罕 和他后一笔承受世界 不是因为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一会得着 可以承受世界 其实不是因为律法 而是因信而得的义 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 所以神才将这个应许给他 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行割离 神才赐给他应许 就是说 亚伯拉罕相信神 他跟着神离开吴尔 神就开始祝福他 当他离开吴尔 越走越远的时候 神给他的祝福 就越来越显明 就越来越大 因为在神的眼中 他是一个义人 所以神就应许 他要承受世界 他离开吴尔 其实很有趣 这个图画 当时的吴尔 就代表整个世界 所以他离开世界的 反而得着世界 都是神给他的一个更新的 属神的世界 所以原来是一个换一个 我们很有趣 原来我们和神之间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这样的拉扯 我们很想要某一件东西 可是神告诉我们 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放下那个东西 然后当你放下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在神里面真正的拥有 那件东西 你很想得到名利 你对名利不放手 你永远得不着 你很想得到的东西 你要先学会 为神去放下那件那些东西 当你愿意为神 去放下那件东西的时候 那一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主宰 你也不是他的奴地 神就将那个东西再交给你 因为你会成为他的主人 所以亚伯拉罕很有趣 他为神放下了吴尔 放下了世界 神就应许将世界赐给他 所以他得着这个世界的应许 不是因为他行立法 不是因为他行为而得 是因为他信神 所以神就乐意赐福给他 神就乐意将后义赐给他 所以这个后义 不是因为行义 不是因为律法而来的 如果是因为律法而来的话 那信就没意思了 我们说 那我们所有的人只需要 我们搞移民 就可以做万国之父了 原来我们这样搬房子 我们就搬家 那我们就可以发达 那就是靠行为 其实不是靠行为 这个后义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因为恩典而来的 这个是应许而来的 因为信而来的 所以这个信才是核心 保罗说 因为律法是惹灯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其实在律法之下 人人都是在罪之下 是没有人可以胜得过 所以律法所带来的 结果是神的正路 是审判 那什么叫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呢 其实律法的公用 是叫人知罪 律法的公用 是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这个法律也是这样 没有一条法律 叫做遵守交通灯号的话 你的超新灯 通红灯就没有关系的 就是因为有一条律法 叫要遵守交通灯号 所以你不遵守就成为犯法 所以律法就是这个意思 律法是让我们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造出我们的情况 让我们看见 我们所做的事情 对还是错 所以如果没有律法 就显不出过犯 所以当有律法 在这里的时候 就显出过犯 但是信和恩典 比这个更大 我们迎着信的时候 即使我们有罪 即使我们有过犯 但是这个过犯 可以被涂抹 在这个过犯当中的时候 我们因为信的缘故 仍然可以称为义人 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 所以人称为后世 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 归给一切的后义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 亚伯拉罕之信的 所以我们之所以成为 一个义人的后义 这个后义的意思 是我们跟他一样 当然义人的后义 都是属乎义的 这一切的义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因着信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效法 亚伯拉罕的 不是效法他的表面的割离 而是要效法他 对神的那一份信心 效法他 愿意为神放下无耳 放下世界 然后走神要他走的路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效法的是 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 我们愿不愿意 因为要跟随耶稣基督 放弃放下 我们自己以前 所抓住的世界 不走世界的路 而是走属神的路 所以乌尔就是这样 世人都向东 亚伯拉罕就跟着神 独独往西 所以是一个 完全相反的道路 那我们要效法的 就是这一个的信心 那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什么样的信心呢 他所信的 是叫死人复活 死无便有的神 所以他的信心 不是相信世界 不是相信眼见的 他的信心 是独独相信 使无便有 叫死人复活的神 这就是他的信心 他所跟的 他的信心 是使无便有的神身上 所以他跟着这一位神 一直往前走 所以神就祝福他 立他做多国的父 甚至他这个信心 是一个怎样坚固的信心呢 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他因信仍有指望 所以他成为多国的父 所以这个信 让他成为多国的父 什么叫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呢 后面就解释 这所讲的就是19节 他将近白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莎拉的声音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的信心起疑惑 反而因信心 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 所引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他唯一 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 一百岁了 将近一百岁的时候 其实他的身体上面 如同已死的人 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再没有办法 再生孩子了 而且他的太太 月经也已经断了 生育已经断了 去到这样的地步 哪里还有得生呢 但是 照道理来说 他应该要绝望啊 他应该知道 今生没有指望了 就不会再有孩子了 但是他的信心 还是不软弱 他还是仰望神的应许 总不 没有因为不信 心里起疑惑 他一失的疑惑都没有 他仍然相信 他会成为万国之父 他仍然相信 他的孩子会像 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一样多 但是人也会问他 你都没有得生啊 为什么你们会有子孙呢 亚伯拉罕的答案 可能是这样 是 我没得生 按道理来讲 我不会有子女的 不过 我一定会有儿女的 啊 为什么啊 因为我的神 是一个从无可以变有的神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做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有儿女 但是我一定会有儿女 而且一定会像天上的星海 变得沙一样众多 虽然我已经 我和我的太太已经断了生育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儿女的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星星 他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自己会有儿女 但是他只是相信 神可以创造天地 神可以创造宇宙万物 神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东西 神也可以突然之间 创造一个儿女给我 不知道他怎么创造 但是可能是天上掉下来 石头包出来 又或者总之神有他的方法变出来 甚至好像天上的星 海变得沙一样众多 一定有他的方法 我不知道是什么 甚至又或者亚伯拉罕都会想 可能到了时候 我们的生育就会恢复 他沙拉的月经也会回来 所以因为这些对神来讲 都没有困难 天地万物宇宙都可以创造 那我们的身体 他要再重新整一下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难度 一点难度也没有 神只是拍拍手指 这么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搞定 所以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他仍然是怀着这样的信心 虽然那个方法 他不知道 他不可以肯定 但是他知道 神一定做得到 所以他的信心 从来没有软弱过 而且他知道神讲得出 一定做得到 而且神讲得出的话 是一定会成就的 这就是神 天地是怎么出现的呢 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成就 神所讲出来的话 就成为一个具体的存在 所以神一讲出来的话 你明白我们要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 他和人不一样 人所讲的话会落空 但是神讲的话不会落空 神说要有光 光就出现 光怎么出现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说有就有 就是神一讲出来的话 他就会在那个空间里面 他就会变成事实 他就会产生出来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看见 天地都是因为神的话就出现 那儿女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神的话出现 而且神的话不落空 就是一个这样的图画 就是你可以卡通一些的讲 如果神在你的口中说苹果 苹果就出现 神说香蕉 香蕉就出现 神说什么 等的一声就出现 所以对他来讲完全没有难度 还有他讲出来的话 不会收回来了 他一讲出来 那个画面就出现了 神说要有光光就有了 神说珠水要聚在一处 就聚在一处 神说天空气要分开 空气就分开了 神说要有心体各样的 就马上就出现在天空 他讲什么就马上就成 既然神是一个这样的神 他是一个从无便有的神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样 虽然他已经过了生育的时候 身体如同已死 太太的生育已经断绝 但是他的信心一点都没有软弱 因为他相信神所讲的 一定会成为事实 所以神的应许必然能做成 这就算为他的义 因为这一个的信心 神看重他 就当他为义 神欣赏他 欣赏他什么呢 就是欣赏他对神的这一份信 所以算他为义这句话 二十三节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这对我们就很有鼓励 所以这一句话 这样的因性被称为义 这样的话 不是只是给亚伯拉罕的 是给所有都能够 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这样相信神的人 你都会成为义人 神欣赏人对人这样的信 所以任何有这样信心的人 神都同样的欣赏 成为一个种类 凡是这样的 都会得着神的诚意 所以这个不是行为 是一个信心 不是靠他自己做了什么 来是因为他相信 能够创造天地 从无变有的那一位的神 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和亚伯拉罕走同样的路 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的先驱 成为我们的表率 成为我们的样板 也成为我们的父 所以从这里看的话 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成为信心之父呢 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怀着同样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是因为这个信 也因为同样的信 使我们的绝书 从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我们对耶稣的信 也和亚伯拉罕的信是一样的 亚伯拉罕信神 是可以从无变有 使使人复活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 我们的信心就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 因为亚伯拉罕也相信 死人是可以复活的 我们今天也相信耶稣是复活 我们的信心和亚伯拉罕的信心 都是同样相信 神能叫使人复活 是不是同样的信 当我们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的时候 我们就被称为义 所以今天我们凭信心 相信耶稣已经复活的人 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义人 和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都成为义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因为他要涂抹我们的罪 耶稣的复活 是为了我们的义人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我们就是义人 所以这个信 信些什么呢 就是信神叫耶稣复活了 那个信 神叫耶稣复活的这个信 让我们成为义人 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背后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问自己 我们信神的时候 其实其中一个很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相信神 是可以叫人复活的神 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已经复活了 我们的耶稣活着 虽然我们今天眼里面看不见耶稣 但是信心的眼睛 我们不单止看见 甚至我们可以抓住 优数紧紧的跟随他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就是这个的信心 叫我们得以成为义人 是神所看中 神的应许就要给我们 我们就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成为义人 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必然得到永恒的生命 我们要这样与神连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抓住的信心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抓住 我们的复活主 以致我们有永生的确据 在我们的手中 阿们 经上说什么呢 说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怎样可以走进这个义的里面 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不是靠着我们 可以用我们的行为 叫我们诚意 今天 这一份的恩典 我们来开生 来赞美我们的主 不是因为我们很好 所以我们被拣选 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些什么 我们被拣选 而是神说 单单 因为你的信 我就称你为义 甚至是 我们 我们都还没有信之先 神就已经拣选我们 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福音 听过这个福音 打开我们的心 这个得救 奔乎恩 也因着信 全部都是恩典 好不好 我们开生 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得救 献神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感谢 赞美你 特别是我们 是一群外邦人 我们凭什么 可以得到这份救恩呢 耶稣的死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救恩 为什么这个这么好的 这么宝贵的东西 会落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全部都是恩典 让我们可以听见这个福音 神啊感谢你 节选我们 让我们能听见 神啊感谢你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身上面 以致我们听到 我们就相信 我们因着信 你就算我们为义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们用这个经文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 他的义 我们都跟我们自己说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名字 带入亚伯拉罕的名 好像我这样子 就带入自己的名字 说 我们信神 这就算为 我们的义 我们反复反复的去 用这样这个经文 这样子一直去讲 一直去打入 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坚定这个信 坚定这个义 坚定这个得救 神啊我信 第三节里面说的 我相信 弟家信神 这就算为 我的义 我信神 这就算为 我的义 不是因为 我有多厉害 不是我用行为得救 是单单 因为我信神 我就被称为义 我就被称为义 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 这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求你今天 坚定我的信 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信一样 当日的亚伯拉罕因信 也没见任何的事情 他因信 他就离开乌尔 亚伯拉罕因信 他没有见任何的事情 他就相信神 你的应许 他就相信 他是多国的父 二十节里面说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 不幸心里起疑惑 凡道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今天的我们呢 我们的信 有没有亚伯拉罕 这么坚定呢 还是我们的信心 会因为 也没有看见的事情 神应许的还没有发生 又或者 因为眼现在见到的状况 我们就动摇 但亚伯拉罕 年纪老迈 孩子也没有出现 但是他仍旧相信 总没有因不幸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再回忆 神曾经给过我们的应许 可能这个应许 可能这个应许 到这一刻 仍然没有出现 甚至不单止没有出现 好像亚伯拉罕这样 年快过一百了 在现实告诉你 不可能 没有的不会发生 我们的信心就被动摇 那今天呢 我们要领受 亚伯拉罕的这一份 信心的恩高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众人也没有看见 但我的信 让我的信 不起疑惑 我的信 让我的信心 更加坚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开生 开生来祷告 特别是神 应许的是些什么呢 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 我信耶稣的那一刻 神应许我全家得救 但是今天我所眼见的 我传福音的 我的家人没信 甚至我有孩子的 我的孩子也没信 还越来越反叛 哎呀 我的心啊 就疑惑了 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 神应许你 要存很多福音 结很多果子 可是做来做去 都不见有 但是神说 因信 心里不要起疑惑 因信 心里坚固 好不好 我们开生 将这件事情 继续祷告 求神将这个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不动摇的 仇敌里讲 再多的谎言 都没有办法动摇我 我就是这样的相信 神给我的意象 神给我的应许 是属神的 是一定会出现的 我要用信 拖住这个应许 我要用信 期待这个应许 我要用信 兼顾这个应许 必定成就 必定成就 我们进入灵里面 我们大声的 为着这个应许来祷告 我们大声的 为着这个意象来祷告 就好像我自己 17岁的时候 神让我看见 敬拜的天安门 好像现在眼见 还没有发生 大声神跟我说 用信来拖住 终有一天 我必定看见 并且我要参与在其中 好不好 我们开生 我们开生来祷告 那兼顾我们的信心 以致我们可以 一步一步的 跟随我们的主 主啊 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以致我们可以 可以用盼望 可以用期待 我们必定得到 神允许的这个意象 一定会出现 我们所相信的 神你告诉我们的 就要出现 我们心里面要相信 我们的主是活着的 耶稣是活着的 并且他已经在天上 作作为王 这一份的信 我们就要大开 我们的眼睛 神已经让耶稣活着 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不可以成就 神应许我们的 必然成就 特别是神 摆在我们心里面的 那一份的意象 摆在我们的 里面的那一份 的盼望 必要成就 必要成就 圣灵这一刻 进入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 兼顾我们 主啊 我们真的向你承认 单单靠我们自己 我们摆脱不了 我们眼睛的软弱 我们耳朵的软弱 我们摆脱不了 我们心里的软弱 我们真的信心 没有办法兼顾 但是唯独圣灵 圣灵帮助我们 进入我们里面 进入我们的里面 神啊 我们今天向你求 求你对我们再讲一次 你对我们的应许 再讲一次 你对我们的意象 神啊 你今天 亲自的对我们说 这个要烙印在我们的身上 就好像当天 你怎么跟亚伯拉罕 讲的一样 那一个的应许 烙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亚伯拉罕 就不疑惑 亚伯拉罕就 心里得兼顾 将荣耀归给你 好不好 我们这一次再来听一次 神对我们的说话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感谢你再次的应许 落在我们的身上面 主要今天在这里 我们合理立志 我们就要拎着神里的话 拎着这一份的应许 一步一步地跟随你 不疑惑 更坚固 用我的生命来荣耀礼 荣耀礼 荣耀礼 阿书十章十九节 她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沙拉的生命 沙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她的心心 还是不软弱 并且 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 不幸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兼顾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 这就算为 他的义 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圣灵求礼 在这个时候 将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无论我们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无论我们遇到多么没可能的事情 叫我们的心心 都不动摇 深信 你的应许 必能做成 深信 你的应许 必能做成 而这样的信心 就要算为我们的义 主要你帮助我们 你兼顾我们的心心 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 我们不凭眼见 但凭信心 主要求你将 这样的坚信 放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在你的面前 得以称为义 是蒙你所越纳 是蒙你所保护 是蒙你所保守的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仰望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